這個精細程度也是在寫款上令我貪圍關子的 Alright guys 歡迎回來 Vlog 頻道 不知道你們那邊入球沒有 反正在廣東我還是要穿短袖開冷氣 才能在這裡跟你們拍視頻看 本來說想著要分享一下初秋搭配什麼的 但是我想想等我能分享初秋穿搭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正在穿著怎樣的衣服 所以感覺參考性不是很大 今天有一個蠻特別的東西想要跟各位分享 開始之前還是問一下各位 你們有沒有習慣說買那種老牌時裝屋 這種品牌出的運動鞋款 反正我個人比較沒有這樣的習慣 如果說我要買運動鞋 我就會買運動品牌的鞋子 如果是買時裝屋的那些品牌的單品 可能就真的是純時裝取向的購買方向 但我今天有一個契機就是來自 Lavin 跟Fila 聯名的這雙鞋子 鞋盒長這樣說一下我手裡是Sample 不是我的馬術 所以就沒有辦法給大家上講做示範了 只是說感受一下這樣的鞋款 因為我平時確實沒有太多機會去購買和接觸 說到Lavin 我之前有在他們的門店路過的時候 看到他們新出的那款鞋 應該是去年吧 有點偏復古味道的那一雙鞋款名字我忘了 我會在畫面上貼圖片 當時我拿這雙鞋覺得 哇做運動鞋來講這雙鞋真的好重啊 當然造型和材質是非常扎實非常棒的 拿到手裡的質感滿滿 就是這個重量讓我覺得 哇這種鞋怎麼穿去運動呢 就日常走路可能會覺得有點辛苦 所以當時也沒有提太大興趣 就把玩了一下就放回去了 這一次為什麼我會收撞鞋說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它跟FILA聯名 它跟FILA聯名這張契機是因為 今年是FILA的110週年 110週年快樂 那所以FILA跟Lavin呢 有一系列的聯名作品呈現出來 我就以鞋子為契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也是跟FILA的朋友借的一些Sample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除了鞋子之外 還有身上一件T恤 T恤本身呢就是純棉的材質 很輕薄柔軟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唯一一個特別就是說 我身上這個大圖案 這個圖案本身就是Lavin很經典的母女LOGO 如果你是熟悉我的話 知道我平時比較少穿這種大圖案的T恤 我都是喜歡穿素色的T恤 所以我不太習慣胸口的大圖案 但這個圖案它本身做的真的非常好 它的植容工藝做了很多不同的種類 然後刺繡的精細度也非常高 就是拿到手還是挺有質感 如果你是Lavin或者FILA的粉絲 你應該會蠻喜歡他們這樣的呈現 那我們還是先看一下鞋子 鞋子本身長這個樣子 這一次聯名有好幾款 這是我收到其中一款 這款我沒記錯的話 名字應該叫GARA 拿到手第一感受 我不知道你會給這個鞋的顏值打幾分 如果是1到5的話 我能夠給它靠近4版 因為它確實沒有說 完全長在我的審美點上 但是我拿到手 被它折服的是它的做工跟材質 以前我沒有接觸過一種老實裝巫出的鞋款 會覺得誰要花大幾千 買一個不太適合運動的鞋去運動 我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實際拿到這種鞋 我會換個角度想想 我會發現OK 它有它的特定人群 只是我不在它這個科目範圍內 不過確實這款鞋有它自己的優秀之處 那麼GARA這款鞋也是作為FILA自己原創的款式 GARA本身是義大利語就是賽跑的意思 它的靈感是來源於以前的復古跑丁鞋 當然在這個復古鞋的基礎上 做了更多種帶有未來科技感的設計 比如說很誇張的造型 一件充氣懸浮的大底 和這種有點半透明的顆粒外底 所以說跟FILA聯名還是有一定的好處 畢竟FILA也是一百多年的老牌運動品牌了 在製造這些帶點輕奢質感運動單品的調性上 把握的還是滿足的 這種感覺還是很到位的 首先打動我的就是它的材質 重量上呢 它比我之前接觸老病自己的鞋款要輕了不少 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它這個緩震泡棉的中底 並且這個中底它確實回彈性滿好的 雖然不是我的馬術 我也簡單踩兩腳 回彈性跟緩震的感覺都不錯 並且除了中底或者說外底的科技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那種有點像去年比較流行的 七八十年代的復古運動鞋的那種造型和科技感 但是整體鞋身的材質確實要有益的很多 真的它做工真的非常好 它的材片所有的皮製材片 都是做了這種手工滾邊的 非常非常的細緻和漂亮 並且材片的形狀是沒有任何的挑剔之處 非常工整 走線也非常的到位 除了皮製的部分呢 接下來就是它這一個應該算是機支面料吧 這個精細程度也是在鞋款上令我貪為觀止的 雖然說好像不太經常有品牌用這種面料來做鞋款 但是一旦拿來做呢 這個料子還確實不錯 這雙鞋拿到手你確實能感受到 雖然我不清楚它到底花了多少錢在成本上 但我知道它肯定不會太低 鞋身內側 你的腳接觸到的所有地方 都是非常輕膚的 這種非常綿軟的這種天然皮製 它這種皮製包的位置 不是說像之前某一些我拿到手 也有用類似材質來去做的品牌 只做一圈圈在鞋幫內側 它是整一個鞋的後半部分 在內側全都包了這個皮製 非常非常的舌本 那當然上腳的感受不用說非常好 並且它鞋墊還加了一層額外的緩震 就說它這個鞋墊還是這種 回彈非常好的硅膠材質的鞋墊 然後裡面還是這種 有點像是OG的那種 抗菌海綿的材質 但它是做在鞋底的內側 總之在材料的成本上 它真的沒有任何的含糊 給的非常到位 那除了材質之外 它的造工也非常的好 真的是 我很久很久不記得 我上次拿在手裡做工 這麼好的一雙鞋是哪款了 就很久沒有在鞋款上 見過這麼認真仔細的做過 開模的精細程度就不用說了 這種LOGO位置的這些模 精細度非常到位 後面的這一個 襯線字體的LOGO印刷 印的也是非常精細 連尖尖都可以印出來 還有就是前面的這一條 壓膠縫線 真的是非常工整仔細 最令我喜歡的一點就是說 360度轉一圈 不管是大底還是中底 之間的接縫位置 沒有一絲一毫的翼膠 我真的很久沒有拿過 零翼膠的鞋了好嗎 真的是很打動我 就先不說顏值 穿上腳的感受以及做工 確實對於它的目標客戶來講 不會說滑了圓往前 OK 那麼這款鞋款 他們這一次還有出另外幾個鞋款 我沒有拿到手 但是我會貼在屏幕上 我覺得都還蠻有意思的 那麼說到Fila跟Lavin這一次的聯名的主題 他們是以一個老派的歐洲文化中的 雪屋是一種象徵著高級優雅 低調奢華的這種感覺 為靈感 所以說他們也藉著這個機會 把這種文化或者說是象徵的帶來 讓大家感受一下他們這一個 傳統的度假氛圍 Lavin是老時裝品牌了嘛 走這種奢侈路線 然後Fila也算是一個老運動品牌啦 所以他們會有一個稍微重合一點的目標客戶群 就是說喜歡在休息度假的時候 去玩一些有錢一點的運動啦 所以說兩轉合結合在一起 當然這個運動則就是滑雪啦 那麼這隻除了這個鞋款之外呢 我拿到了幾樣服飾 除了身上這件T恤之外 還有一個大外套和一個圍巾 順帶講一下這幾件衣服吧 好像這一類型的品牌 都是女裝比男裝要好看 這一次聯名也是 我看尼尼上神的那一身好幾件單品 就作為直男來講 我覺得都挺好看的 但是反觀 如果是讓我在男裝裡面挑一個的話 我還真的有點難下手 我覺得不太知道哪件 我穿上會比較好看一點 這種休閒青色類的風格 感覺女裝的選擇比男裝要多很多 Anyway就是一個小吐槽啦 那我收到這一件 是姚立龍的一個大外套 非常非常巨大 但是它材質做過還是蠻好的 我收到這一件 它是 起標上說它是義大利製造的 效果還是不錯的 就是很大一件 然後這有他們這一次招牌的這種 JL的Pattern 他們這一個圖案還是挺有辨識度的 那我比較喜歡的是這一個 有帽子的圍巾 它是純羊毛的 非常好的質感 不過這個顏色 是有點像女裝那邊的顏色靠近 它好像還有另外一款深色一點點 像剛剛那件外套的顏色一樣 不過我覺得這個部分男女吧 就按款式來講我還挺喜歡的 有這種非常好的安全感和保護感 並且最讓我喜歡的一點就是說 這個材質的羊毛我也不知道它怎麼處理的 就是不紮脖子很舒服 我自己是有稍微一點皮膚敏感的 就是特別熱的天氣 如果出汗沒有來得及擦的 我脖子快就紅掉了 一定要出汗馬上擦乾這種 冬天如果是羊毛圍巾的話就紮得很難受 所以我自己平時也沒有什麼羊毛圍巾 或者說是羊毛毛衣 我都很少穿這類的服裝 就是因為太難受了 如果買到讓我不難受的這種等級的毛衣 或者說圍巾就價格真的是飛上天 所以這件雖然說它也是這樣的定位 但是它確實不紮脖子 我怎麼樣圍都不難受很舒服 這是我最喜歡這件的一點 然後它圍上來也蠻有feel的 看起來像個愛斯基魔人的感覺 這個配色的圍巾應該是 比較受女生歡迎的 我覺得 女性朋友應該會很喜歡 確實也蠻厚實的 但是還是給個暖心小tips 任何羊毛單品能盡量不洗就不要洗 通風亮感就好 不會髒到哪裡去 羊毛本身就有字節的功能 洗了你可能會更加心疼 還不如就亮起來就好 OK 就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這一次的聯名的系列 和他們的這種想法 如果你是Lovine或者Fila的粉絲 你應該會喜歡他們這一次呈現出來的作品 包括他們這個聯名的idea 都挺好的 像這種等級的單品 我覺得就不要講什麼性價比 You get what you pay for OK所以這就是這期影片 簡單分享的一些內容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你對他感興趣呢 其實你現在應該可以買到 我也不確定我這影片 是什麼時候放出來 但是你看到的時候 他們應該是已經上架了 可以去他們的甜飽店看一下 那這就是這期簡單的一些小分享 快速帶大家看一眼 OK 那如果你覺得還不錯 對你有幫助的話 希望給我一鍵三連 如果你還沒有關注我 可以點下訂閱了 我是Rock 我們下次再見吧 來 看一下 我下次見